我們邀請我們的好朋友,Ryan 他真的很漂亮 是嗎?最近瘦了嗎? 燒傷了,所以漂亮 因為瘦了 我想說,其實我今天沒有換屈打算講這個Working Holiday 其實,我覺得我這兩年講太多Working Holiday 如果我再講Working Holiday,就夠尊重大家 因為我已經是不需要準備,都可以講得出這個Working Holiday的旅程 所以我這次就不單止講Working Holiday 再加上我之前的西藏旅行 我都知道我朋友一定會講西藏的 所以我這次留在這裡給大家看 都是一些很淡淡然的相片和一些經歷 就沒有那麼漂亮的環境 我好像要脫衣服 要脫衣服 有脫衣服 準備好嗎? 準備好,我們要先講話 好,你已經講了 我們準備開始了 好,開始 我叫Ryan 我website就不知道去哪裡 那,價錢模式呢 開始就叫旅遊模式的 但我不知道什麼叫旅遊模式 或者價錢模式 因為我只知道什麼叫安全模式 就是有一個Windows會掉進去 剛剛有什麼說呢 我們沒有想要跟大家說 紐西藏Working Holiday 大家已經看到的就是魯西蘭了 大家看多兩眼了 原來魯西蘭很漂亮的 我很喜歡去背包旅行的 為什麼我那麼喜歡背包旅行呢? 因為背包旅行可以遇到很多人和事 我們平時去旅行 去日本那些地方 只會呢 就是住酒店 或者去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那其實住酒店 其實是一個很冰冷的地方 大家玩完回家 就躲在自己的房間 搞其他事情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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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晚上 就走回去 旅行 那就和人沒有交流 但是呢 你在這個 青田旅館那些地方 就會有很多交流 那我試過很傻的朋友 辭職過兩次去旅行 一次就是去 Working Holiday 另一次就是 04年去西藏 那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也是啊 Casu 不是啊 我朋友的好朋友 Masu 那他就以前去過西藏 就回來就經常告訴我們 就很聰明 那我就有一天 就遲了份工 就學他這樣去流浪了 那 那 西藏其實真的很好玩的 你們見到呢 見到那些喇叭 不知道做什麼 這樣 像黃飛鴻這樣 他們在那邊變驚 就是這樣 但是就不知道你 變什麼 你就不明白他講什麼 那看到那些 那些魔牛 去到大超級 會見到那些人 不停在頭地拜 但是呢 那個場面 很感動的 你會發覺 原來有些人 真的對宗教 是熱誠到一個 這麼瘋的地步 就是我用瘋 我用瘋了 不好意思的感動 那為什麼住女館這麼好玩呢 因為旅館裡面 除了有美女之外 會有放映機 我明明是用飛鴻的放映機 每晚放電影給他們看 有籃球給我們打 你記得那個是西藏 現在3600米的拉薩 我們在這裡打籃球 如果你有看 可樂西里 你知道多辛苦的 那 有美女 還有一些可以遠足的地方 common area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 往周圍的人 打開一個溝通的渠道 這樣 雙溝通一下 這樣 那又會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在我紐西蘭 開拍的時候 原來是以色列人 他永遠都要用自己的飯壺 來做飯的 只可以用自己的餐 然後吃東西 原來他說他是信由太教 所以是這樣 有一天我拿起他的叉 想叉他的船 放進口裡 然後我說是不行的 好像我記得的 然後他 然後他會減減減減 告訴我 是你不會用的 最好笑的是 那個阿伯 左上角那個 他有一天 煮我們 煮一個西班牙海鮮飯 Pella給我們吃 煮完 煮完告訴我們 那些東西很好吃不得止 他告訴我 他是國際編體會的主席 有個拍攝 有張會員席給我看 不過我想 應該是他自己定的國際編體會 不是說世界公認的 接著會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智利朋友 會認識到 因為智利朋友 都挺好球的 就是踢球的 有分男女仔 拿著把刀 前面有個咖啡師在插死他 有兩個在睡覺 一個是老師 一個在南極長城站 正在做隨拳的意思 就快回大陸了 有帥哥 你進不進去 巴西人 戴眼鏡那個 旁邊那個不用管 旁邊那個人 現在肚子沒有那麼滑 很大隻 那艷雨呢 你一定會遇到的 因為這樣一個人長期去旅行 一定會遇到很多異性 同性 還有可能 那 很普通的 見到的就是 這個是巴西人 巴西人很熱情 所以他們偷女是很厲害的 這個巴西人可以 日後一個女朋友 晚上一個女朋友 但是他日後的女朋友 知道他晚上有一個女朋友 其餘有台灣女仔 韓國女仔 和越南女仔 呃... 鬥了啦 哈哈 不過旅行呢 要付出代價 今天我戴眼鏡 已經很多人都不太認得我了 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一定不會認得你 那這個 我來的 之後呢 這個也是我來的 就是打完籃球 去西藏打完籃球 然後呢 就辛苦成這樣了 這個人呢 不是我來的 不過我差點和他打架 因為上直告子的時候 我很不滿他 樓下買路前 那為什麼我要放那張照呢 其實這裡顏色不太好呢 因為四天沒有洗頭 出西藏 整個頭面都白色 全部都是塵 黏住了整個頭髮 那張呢 就是因為去西藏的頭一兩天 去到南福四千六百米太高 就受不住那個氣壓呢 所以就進了醫院去吸氧氣 我以為那次會死的 那原來我在柳山蘭 還死過兩次都死不去 就是炒了兩輛車 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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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記住 車反成這樣那一次 是炒得好那一次 炒得不好那一次呢 是真的 真的會撞死我的 不過我們去旅行 為什麼不開心呢 我不知道去旅行 去什麼背落去旅行 就是因為我們會見到很多 平時住不了的東西 剛才去哪邊 那對夫婦很厲害 所以這對夫婦 在荷蘭賣完他的資產 買了一架大火車 由荷蘭經過中東 駕到亞洲 再到中國旅行 駕了大火鍊 然後他們駕回去 兜過俄羅斯 駕回去這個 荷蘭 不過後來他們 也是沒有兜過俄羅斯 可能是因為辯證問題 那些呢 好像糞糞的東西 叫砧巴 就不是很好吃的 我很喜歡試 什麼都試的 所以我試了一次 那其實如果有時候 遇到意外 那些藏人不喜歡 你拍他 抽 在越南和哥哥抽煙 我住了一幾個晚上 我抽了一段大 就差點死 咦 原來就是沒有時間 那會遇到很多 因為我去過的地方 比較貧窮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貧窮的人都很快樂 你看這些小朋友 全部都是笑的 最開心的很多 難得的體驗 這個大家都看到了 2006年 我在新西蘭見面的時候 不知道是什麼 原來車荔枝有白色的 我去新西蘭也不知道什麼 你看那個蟑豆 那顆不是蘋果 那顆是車荔枝 那顆是車荔枝 那顆小的車荔枝 幾倍 眼都未開 還有一些有工作的經歷 做地盤 餵羊仔 還有會認識到 很無聊的時候有什麼 就是在外車裡跟人聊天 跳來跳去推車吧 幫人 最後就是一張很漂亮的 荔枝光的照片 濕陽 謝謝大家 那些照片不是我拍的 哈哈 我不是警察 我認識一個攝影師 那個攝影師送給我的 就是他是我旁邊的同事 他日後沖咖啡 我日後和他一起沖咖啡 晚上他就去拍星星 聊聊涼 那其實呢 我最想問呢 其實我很想認識你 當地驗譽的巴西朋友 他有沒有過你兩招呢 他一笑呢 他樣子已經整個 Tom Cruise 那樣子 那我不行了 大家有什麼 他很厲害的 有沒有兩招夠 那個巴西叫 那個男生叫 他不懂英文的 他講了三四句 但他全部都是沖西妹的 很多人不知道他怎樣 可以認識到一些西洋女生 我英文的 西洋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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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Wyot 西洋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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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的女生